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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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沙未阻止 与之对抗 转瞬已经面临败亡 诡异不愿陈沙在此身亡 使用术法 保下了陈沙性命 情报时 诡异说明 圣混沌之力是上古传说至宝 可以修复魔神受到的损伤 更说明 当年的大战 禁神人一夜书对上破坏神恶祸 恶祸的元神已经被毁灭九成 为了自保 自己进入丹青地狱图 避免神行俱灭 情报11 恶祸找上太西神照合作 太西针对天际下手 恶祸利用八旗邪神之躯 设下朱雀灵香之局 想要吸收莫昭奴 莫昭奴暗中让风随行到东宁 请君神帮忙协助脱困 事后公布其阴谋 恶祸计划失败 至此 行神俱创 要东山再起 非百年难以复原 情报12 太西说明 诡异能知道这些事情 应该是从白恶旷野的神秘占星师之处 所得到的情报 更说明 因为一页书的破坏 天际与莫昭奴的反复 传说中的魔暗之战 诸神噩梦 已经破局 也就是细腻口中的神战 已经正式被砍线了 永远消失 情报13 明面反动之战结束 众人在此商讨 一度微臣说明 封印地狱的要素为 收集七意念与三圣童 意念原本非恶念 因受到恶息感染所致 七意念可以使用竞选九星之心灵净化 就可将意念导正 情报14 因为得知真相面临崩溃的痴汉青 区非因雨之开导 说明 你做的任何事情 都是自我意志决定 你就是你 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最终痴汉青彻底想通 但不准别人再叫他痴汉或变态 情报15 恒山中 玉龙使用正秦之剑 封印痴汉青体内的欲望意念 剑速使用正宇之剑 封印预脏箱体内救回意念 封印完成 剑速 谈无欲与一天欲 同时施展竞选心灵之力 使用三星之能 净化意念 搭配一度微尘密室 封城神古卷 意念转化终于攻城 情报16 逆袭突然命违 原来 身躯早被动过手脚 异血与命远被吸收时 魂氏也一同被吸收 情报17 书房带着圣童前往古域 要与诡异交易 想换取再生同能 诡异拒绝 坚持要夺回全部混沌圣童 太息神赵与神荒子也同时出现 四方僵持 第九章说明 他要用三圣童与三意念 模仿意识武裂的方法 开启藏势武裂环 把中原大帝打落地语封印 四人最终同意合作 将在明晚施行大计 诡异随即交付圣童天珠给太息 陈沙在暗处听到了此等机密 要前往告知正道众人 情报18 苗峰云使用密法与天臣联系完成后 要赶回去通知 遇到太玄峰西兰路 背后同时出现杀手 疑似被改造的静涛君 因为子免兽云即将失效 苗峰云顺势炸死 同时提前解除术法 只为保下寿天辽躯体性命 但寿天辽赶回湖中 却又中了术法 记忆被篡改 给了御龙错误的情报 情报19 鬼一与真青玉镜聊天说明 因为陈沙与喵小开相处 从他们身上 他看到了昔日九黎孟湖与初王的相处 再加上陈沙心性相似初王 所以鬼一对他特别厚爱 情报20 痴汉亲未就逆袭 以雾门演其做人质 约战第九重 第九重表示 他最恨的人就是你 任何计划与阴谋 全毁在你的手上 两人随即展开生死终极一战 痴汉亲燃烧小宇宙 但因为急遇的异能 舒黄顺速恢复伤势 两人死斗 最终结果 痴汉亲战败 正当第九重要吸收痴汉亲时 痴汉亲抓紧最后机会 趁吸收同时 由内重创第九重 爆发最后意志 终于夺回了逆袭命魂 至此 亏欠的全部还清 无悔身亡 情报二十一 痴汉亲身亡 第九重要炸毁遗体 曲飞鹰前来护驱 因为有一道神秘的气功帮助 曲飞鹰成功带回痴汉亲遗体 遗体上 存有一丝残势 长恨无将发现 残势记录者与第九重的对战过程 情报二十二 天使已到 六十 书戒 五玉 三方联手 开启葬式五面环 剑速等人 使用转化完成的意念 八胜道分 分别制住五方位 要逆转葬式五面环 五方战场中 玉龙对上神荒子 陈沙玉藏香 联手对上鬼衣 剑速对上太息神兆 一度微臣 凤武池 对上冒牌民宗 谭无欲对上被改造的一臣儿 冒牌民宗与一臣儿 被第九重远程操控 一天欲 缺风策 双魁 联手对上第九重 正邪最终战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那么以上 是本次简易 重点情报 再次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拜拜